開開心心快快樂 輕輕鬆鬆學數學 齊來尋覓計算當中許多的樂趣 嘩!好多點心啊! 我先拿兩個叉燒包來吃 慢著!你一個人吃兩個 對我們很不公平 其實想公平分配這個叉燒包很簡單 一龍叉燒包有三個 我們有三個人 將兩隻雙除我們就可以知道 每一個人分到的叉燒包數量 是一個! 咦!一、二、三、四 這裡有四粒小籠包 多一粒出來怎麼分啊? 很簡單而已 用阿強的方法就可以了 一龍小籠包有四個 我們現場有三個 那就是說四除以三 答案就是 啊!那我知道了 每人就可以得到零點三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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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 你在做什麼啊? 很少得多啊! 各位同學 看完這個笑劇場 猜不猜到問題出了在哪裡呢? 沒錯!就是在人數上面 以今次小明、阿強、比德的事件為例 他們人數有三個 他們應該選擇牛肉球、 腸粉、叉燒包等 能夠被三整除的點心 而小籠包這一類 不能被三整除的點心 就不好喊了 而如果有四個人的話 就可以吃到能夠被四除得盡 或者以二為基數的點心 相反 就不要喊叉燒包了 而其他飲茶人數適合叫的點心 可以參考以下的圖表 同學有細心留意圖表的話 就會發現 五個人和七個人去飲茶 只能夠叫粥、炒面這些 點都分得到的食物 什麼點心都叫不到 不過不用擔心 只要你們搭桌 抽齊十二個人 就會成為最理想的人數 可以吃完這麼多種點心的了 同學仔看完這條片之後 以後飲茶知道不同的人數 應該怎麼叫點心啦 好,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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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CUT